大家好 我这一棵仙人杖 我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有很多华友取笑我 这么烂的一棵仙人杖 还拿来养护 不如丢了算了 但是经过我大半年的养护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仙人杖 已经开始变得圆润起来 饱满起来 整个枝条像个棍子一样 而且上面长出像两个兔耳朵一样 非常的漂亮 那么养出这种老庄状态的仙人杖 它的价值是翻好几倍的 当然了我这棵仙人杖 其实没怎么养护 就是给它使用了两次这种控制肥 花果中用型的 它是一种高甲肥 因为甲岩素它可以强壮仙人杖的根系 同时可以让它快速成老庄 又能锁住植株中的水分 让它更快长成老庄 那么我把它养出这种状态 其实目的是为了嫁接卸卓蓝 像这一颗的话 从这两片仙人杖这里切开之后 再给它嫁接卸卓蓝 这个造型是非常好看的 前几天有位花友过来看到我这颗仙人杖 给了我一个非常不错的价格 叫我卖给它 结果还是被我拒绝了 因为这颗仙人杖是打算留给自己 来嫁接卸卓蓝的 如果大家也想养出这种状态的仙人杖的话 一定要给它多用一些高甲肥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